莉儿 太爷爷给你报仇了 等他的肉身被吃完后 太爷爷会抽出他的魂魄 让他忍受世间空行而死 血海深仇又如何 情深义重又如何 还不是抵不过弱肉强食 一大击小 你这老家伙 这等是我们见过多少 还在这里空发些少年感叹 这可是数万年来 第一次有人以助击之身 挑战猿鹰老祖 旗帜各家 旗情各民 我被汗颜哪 质子情深 该当若是 爹 娘 孩儿错了 恒月般 真无 疼离 王家的救护 难道弱小其原罪 修仙 原来这就是修仙 好 好 立心 这是立心 爹 你好 铁柱不信 若有来生 希望我不再是你们的儿子 因为我 不配 这是 我的柱子 谁敢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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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哼 本回进入域外战场的通道关闭 我赵国所有门派 五亿人进入 师姐 你来这儿 袖子我已经卸了半只 不用 你抓紧时间 幸亏我们动作快 刚进入战场就抢到一只盔甲 哎 当初可是听说 吸上一口域外战场的空气 就能灵气大脚 打破了头才进来的 没想到 来了竟然是划了盔甲 你也不要小看这具盔甲 你看到他额头上 巨模族的标志了吗 拿了这具盔甲 怎么也能增长几年灵力 那是什么 跟上去 这是 空间裂缝 老祖曾经说过 域外战场开启的五百年期间 有时战况过于激烈 域外空间承受不住 会产生裂缝 修士一旦被这空间裂缝吞噬 就会成为五主游魂 再也无法返回现实世界 哦 好险好险 细话没追进去 盖子的空间裂缝 竟然吞了老子一个宝贝 宝贝在哪儿 他飞向那边 被空间裂缝吞了 这是巨模族 传闻巨模族的人 只有达到了鹰变气 才可以随意变化身体 眼前这个中年人 既然有着常人的身形 显然正是巨模族中 因变气的强者 可惜啊 可惜啊 我因此不得不彻底陷入沉睡 从此以后 你命运如何 就全看你自己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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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